所以光喝1000cc 5度C的冰水 你就必须要用掉32大卡的热量 来把它从5度C升温到37度C 30天以后你用掉多少热量 就是32 x 30 960大卡的热量 照这样推算 一年之后就可以帮你瘦掉1.56公斤的脂肪 前几天在门诊当中又遇到一个女病人 她来看减肥门诊 她跟我说去医师 她都不敢喝冰水 因为网络上说什么喝冰水 肚子会大起来 腹部会堆积脂肪 我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 喝冰水不会让你发胖 就在利用影片跟大家重复讲一次 喝冰水到底对我们的身体会产生什么影响 其实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我们就从医学文献科学研究的层面来看 第二个层面我们从人体生理学的层面来看 第三个层面我们从社会现象的层面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科学研究 医学文献到底告诉我们什么 所以邱医师帮大家找了很多有关喝冰水 对我们身体产生影响的一些医学研究报告 有很多 2006年其实就已经有一篇医学文献 发表在内分泌跟新陈代谢期盘 里面就探讨了说 大人喝冰水对身体的新陈代谢到底有什么影响 很多人都说不能喝冰水 喝了冰水以后新陈代谢会降低 一定要喝热水新陈代谢才会提高 其实这是什么 这是把人当成冷血动物 你懂吗 冷血动物遇到热的他就会热 遇到冷的他就会冷 那人是这样吗 其实人不是冷血动物 人是恒温动物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医学研究报告 他把受试者招来以后 让他们每个人喝7点多cc的水 那这个水有食烟水 有蒸馏水 有冰水 有室温的水 让他们去喝 然后喝了以后来 用新陈代谢检测一样 检测他 喝之前 喝之后 他的新陈代谢才是什么变化 对不对 结果他们就发现说 喝下3度C左右的冰水 大概500cc左右 每个人平均值新陈代谢提升了4.5% 同时维持了60分钟的时间 那你可能会很怀疑说 奇怪嘞 为什么喝了冰水 新陈代谢会提升 其实他论文里面也有解释 因为我们知道 人的温度是37度 一定要维持这个恒温 否则你会生病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 冰水喝下去以后 一开始冰水是冷的 是低温的 但是冰水喝下去以后 我们身体的体温 就会把热传给他 让这个水温慢慢慢慢升上 然后接近我们的中枢体温 对不对 那在这个升温的过程当中 身体把热量传给的冰水 身体就必须要增加产热 来维持这个体温的恒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会使新陈代谢 有稍微的提升 而且呢 维持到大概这些 喝进来的冰水的温度 也跟体温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再 有这种新陈代谢增加的现象 所以一个小时左右 新陈代谢就慢慢慢慢 回复到你的症状了 所以这篇论文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喝的冰水 不但不会让你的新陈代谢下降了 反而使你的新陈代谢 有短暂提升的效果 这个研究是针对大人的研究 那么有没有针对 儿童小孩的研究呢 答案是有的 2011年国际肥胖医学期刊 有一篇针对儿童的 喝冰水研究 他们让体重过重的儿童 来喝冰水 看看他们的新陈代谢 会有什么变化 这些儿童呢 每公斤大概喝下10cc的 4度C的冰水 那50公斤的肥胖儿童就喝了大概500cc的冰水 结果发现什么 结果发现这些儿童喝了500cc左右的冰水以后呢 新陈代谢平均提升25% 而且呢 维持了将近40分钟的时间 所以表示什么 表示喝冰水呢 不但对大人来说 有提升新陈代谢的效果 对儿童来讲呢 新陈代谢也会提升 在这边论文的结论里面 甚至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不想让一个小孩吃药 你也不想让一个小孩子说 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 好像在虐待他一样的控制饮食呢 那有一个很简单的做法 就是每天让他喝500cc 4度C的冰水 那么这样子推算下来 一年以后呢 就可以让他不知不觉 瘦掉1.2公斤的体重 所以就告诉大家说 喝冰水其实可以当作减肥的一个手段之一 接下来呢 我们用生理学 生理现象的角度来看 你要知道 所谓的一大卡的热量呢 就是让1000cc的水上升一度的热量 对吧 如果你今天喝下 5度C1000cc的冰水 喝下去以后 这1000cc的冰水呢 在我们的身体 慢慢慢慢的回到我们的中速体温 叫做37度 所以光喝1000cc5度C的冰水呢 你就必须要用掉32大卡的热量呢 来把它从5度C升温到37度C 对吧 好那这样的话呢 每天喝1000cc5度C的冰水 30天以后 你用掉多少热量 就是32 x 30 960大卡的热量 照这样推算呢 一年之后呢 就可以帮你瘦掉1.56公斤的脂肪 所以喝冰水的确是可以当作减肥的手段 第三个层面 我们从社会现象的角度来看 寒冷的地方 像日本韩国 你会发现说 这些寒带地方的国家呢 他们反而很喜欢喝冰水 邱医师呢旅行到日本去 有一次呢到了餐厅跟他要喝温热的开水 因为老婆想要喝点温水 你知道吗 日本人跟我说 他们没有温水 他们只有冷水 不久前呢 邱医师去了一趟韩国呢 也是天气很冷的时候 我们呢到了那个旅馆附近的餐厅 一进去以后 跟他要喝水 送上来一样是冰水 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 这些寒带地方的国家 为什么他们反而喝冰水呢 其实啊 你如果听到我刚刚讲的那些 科学研究 医学文献的报告 你就知道说 他们虽然不懂为什么 但是他们会发觉说 喝了冰水以后 他们的代谢 其实是反而有提升的 网络上说什么 喝了冰水以后 肚子就会堆积脂肪 会堆积肥油 你看看这些日本人 韩国人喝冰水 他们有每个人都堆积肥油吗 所以以上就是跟大家报告说 喝冰水啊 不但不会堆积脂肪 还能让你燃烧脂肪 可以作为减肥的一个手段 那么2020年呢 又有一些新的医学研究发现说 其实冷刺激 不管是外界低温的刺激 或者喝冰水的冷刺激呢 智障都会让我们身体 增加更多的棕色脂肪 让血液当中的好胆固成也会增加 甚至连血压都能够下降 所以各位 不要再到处传说什么 喝冰水会让你堆积脂肪 喝冰水会让你身体不健康的 这样的一个没有科学根据的说法 只要你不是有心血管 高血压或者是气喘方面的疾病 其实喝冰水 只要你没有觉得不舒服 你大口不要那么排斥喝冰水 所以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 有科学根据的 喝冰水的观念